假托头古木空赶着大车由晴天驻这后庄门出来 这帮子车里装的是什么呀 装着一个人 谁呢 正是吉时与宋江 要怎么古木空把车赶得这么快 他拼的跑 他想恨不得一下子就离开这座金凤岭 当跑出一段路来的时候 他就听见车后围脚不省 嗯 他自己心里想 是不是我这耳音发炸呀 听错了 难道有人跟着我吗 不能啊 他坐在车檐上转过脸来 后面这么一看 果然有条鹤影 糟了 八家托头吓你一条 不用问 这一定是晴天驻派出来的眼线 盯着我呢 这怎么办呢 他心生一计 干脆我把他除了吧 他要光是个眼线一直这么盯着我 把我盯得东京变两 这倒好说了 谁知道他什么时候下手救人呢 把宋江救走 他还不把我杀了啊 对 想着他把这车往倒边上这么一赶 轻轻把这车叫住了 然后他由车员上蹦起来 把鞭子往这儿这么一插 抱着尖站在这儿瞅着 听说我看你有没有鬼 你要是有鬼的话啊 我的车一停 你一定得藏躲起来 如果要没有 那你就迎着我的车上来 说明啊 就笨我来的 还真让他猜着 后边这个人 真笨他来了 古目空一看 这没得说了 冤家路窄啊 他把衣服怎么一溜 车 把刀就撑出来 这人也就到了他的跟前 人家看见了 他亮了刀 这人是毫无惧色 走过来冲他一笑 哈哈 古教头 你怎么不辞而别了 嗯 古目空借着星走光 拢住眼神一看啊 哈哈 果然是秦天柱的好友 就是那姓王的 他叫什么名字 虽然姓王叫王定六 混号人称 活闪婆 在这金凤领一带 都管他叫王大哥 这个人呢 好攀额大 你比他小两岁 他让你管他叫大哥 你比他大两岁啊 他也让你管他叫大哥 所以观察王大哥 古目空见过他 还在一个桌上喝个酒呢 心说他这么来了 难道是秦天柱派他来的 跟着我 不能吗 那我跟秦天柱一商量是他给我出的主意 让我赶快离开这个地方 因为燕青在他的装盛已经招了亲了 怕惹出麻烦 说好不容易抓到了梁山的头领吉士宇 他怎么还能派人来呢 如果要不是派的 那么这个人一定是狗大耗子 多管闲事 我得先问问他 问完了 我再宰他 对 他也满脸堆着笑 啊 我党是谁啊 王大哥呀 我不是什么不辞而别 是因为我有要事 要回便良 啊 回便良也不能深经半夜走啊 咱们也得白先走啊 古教头 我是来给你送刑来 古木空心说少来这头 咱俩没那么交情过们 你给我送什么刑 说着话他上下打领王定六 他一看王定六这个答案这个样子 不是来送刑 是逮他来了 是小一斤短打扮 浑身上下收拾的干净利索 而且背后背着兵人 啊 王大哥不用了 青山不改 绿水长流 我回便京去去就回啊 眼看着 神州擂台 就到了日子 我不能待在便京 我这是有点事 咱们再会吧 说完了 他把那个刀往左手这么一揪 抓那个鞭子要赶车 王定六过来 他一手就把鞭子给夺过去 行了 古教头 你要回便京啊 最好是轻手立脚 就这么一走就算了 你就把这辆车呀 给我留下吧 哎哟 家托头古木空一听我话了 这回不打四招了 果然他是为宋江来的 顿时间一股子恨怨的弄火 冲上了他的心头 他恨谁啊 恨擎天柱 我全明白 这是擎天柱查的圈弄的套 他开始戴我是不错啊 收留着这下 掩护着我 让我干点什么全行 让我当好高求的耳目 把梁山的底细摸一摸 自从我抓到宋江之后 他也给了我好多方便 现在他和燕青结亲了 说他越来越困难 恐怕燕青要在他庄里边搜查及时云 等把宋江搜出来之后 还能有我的好吗 所以他劝我及早离开这座金凤陵 回东京 勤功受赏得了 全是假的呀 哼 想着这会儿 假托抖古不空 把牙子们一咬 他冲着王定六 微微的这么一声冷笑 左手一晃 一个仙人指控 这刀尖子就奔王定六的咽喉刺来了 王定六早就做好了准备 他往旁边这么一闪 只见他左手这么一晃 什么呀 冰铁拐 他是左手的拐 右手的刀 刀没拐 就跟古不空俩人打得一块 干了二十几个回合 没分出胜数来 古不空也急了 他这是要跟王定六拼命了 无论如何 我得把你杀了 要不然我走不脱 正在两人打得最尽力的时候 古不空突然觉得脑后 来了一股子冷风 不是一般的风 凉瘦瘦的 冷冰冰的 刀来了 哎呦 嘿 古不空把头望下这么一低 就稍微慢了这么一点 那刀就在他的后脑瓢上 来了个薄薄的片子 刺 一下 古不空就觉得一凉一热 又一凉 一凉刀擦头皮过去了 一热血出来了 又一凉 那血顺着脖子躺下来了 他打了个剑步 蹭地一下 就跳出了圈外 回手这么一摸 呦 受了伤了 他避住了刀光 扭向这么一看 净凌打了个冷战 认识 谁在后边给他来了一刀 浪费眼轻 哎呦 顾悟空啊 上火憋气 外加什么窩呢 他瞅了瞅 这俩人不用说 还有王定六在那站着 光是一个燕青 恐怕我都难对付 我忍个肚子疼吧 他瞪了瞪眼睛 咬了咬牙 一摸头 跑了 燕青可不放过他呀 都恨坏了他了 我们这个与毙的 就因为在你庙里 避避于你 瞧他捉了这份可怜性 你看他端过那碗米腾粥里 一口一个施主 一口一个施主 干青啊 羊头狗肉 今儿个 我非把你劈了不可 燕青一压到我 就往上追 两个箭步就赶上他呀 杀了你这害人重得了 就在这时候 伸过一只手来 拉了燕青一把 他一看 是王定六 王定六指了指那车 那意思 燕老弟 咱们五星半夜追出这么老远了 为什么呀 不是为的是车里的宋头领嘛 你何必追他呢 燕青点了点头 感情浪子燕青 是人家王定六把他给叫出来 原来燕青和上官玉环都商量好了 准备今天晚上三经时分 一起动手 把宋江救出来 谁知道 古木工定今天就已经行动了 是人家王定六先发现 他一看不好 古木工要跑 他去给燕青送个信 燕青在那个屋子里 正和上官玉环 在那喝茶呢 夫妻对我夫妻样 处处装的都很像 王定六在后面喊他一声 别喝了 你要找的那人 已经叫人家给驾走了 说完了 王定六就盯着这假驼头了 燕青超刀打无理就出来了 上官玉环跟着他 出来之后 燕青告诉上官玉环 咱俩分开 一望东一望西 分头追 燕青跑了一小段远往路 所以耽搁了点时间 王定六跟古木工定一动手 他听见这边有点动静 他过来 他站在旁边看了当天了 他得分辨分辨 这谁跟谁打呀 等看清楚之后 跟王定六动手的这个 正是那个庙里头装穷的那和尚 燕青都恨死他了 所以从后面给他来个脑户摘金 恶狠狠的来了一刀 给他骗了块肉去 现在和尚跑了 王定六不让追 噢 救人要急 燕青带着王定六就奔这车来了 到了这棚子车的跟前 啪啦咔嚓 一把就把那车棚子那帘给扯下去了 扯下帘去之后 王定六 啪 把前来火这么一晃 晃着了往里头一捅 那得照一照啊 等借着这亮光 两人往里头一看呢 朗子燕青差点背后气去 怎么回事 空车一辆 哎呀 燕青活这么大 没照顾这么大的急 就这一瞬间 简直奇蹺生烟 把他气得狠狠的 这么一跺下 整踩着火闪破 王定六的脚面上 把王定六差点给踹哭了 那是多大劲啊 哎呦 你慢着点 燕青没说句对不起啊 哪有跟我说那个啊 随我追 他像下了一道将令似的 王定六紧紧答应 是 燕青急什么呀 我们中了古木空的调虎 离山迹了 他顺着古木空跑的方向就追 这火闪破 那身法是够快的 火闪破呀 现在啊 一瘸一点拐了拐了的 让燕青给拉着一大截子 燕青也顾不了许多了 只追到天蒙蒙亮 也没看见古木空的影子 您要知道啊 古木空那一跑 那像丧家犬漏网鱼一样 他是玩着命的跑 他一口气跑到了大天亮 他这才把脚步收入 长长吐了口气 他看了看方向 他要上哪啊 当然他知道他往哪跑了 他不是在这瞎奔呢 他知道这地方有高球的伏兵 高球在这埋伏着人马 他越遍了一下的方向 认为跑得很对 他这才掏出手绢 给斩了一盏头上的汗 又包扎了一下的伤口 他顺着打道 就走下来了 他这是奔哪啊 天竺风 天竺风啊 是泰山的一个山脉 这泰山的别名 叫戴山宗 泰山不是五岳之首吗 所以称为叫戴宗 这个戴宗就是那个长的意思 不有一首诗戴宗夫如何 其辱轻未了吗 古木空干嘛玩着命 在往天竺风奔呢 高球的人马就在那埋伏着呢 他走着走着一看 前面有片树林子 这时候已经大天大亮 树林子边上拴了一匹马 这不是这谁的马呀 没有人 管他谁的呢 我就给他骑走吧 这时候古木空也够惨的了 费了个九牛二虎力 三脑齐恐心 把吉士宇到底也丢了 还差点把命搭上 脑皮让人给炫下一块钱 自己累成这样 这儿离天竺风还有一段路 现成的马为什么不骑呀 他是有点懵了 你不想想 要没有人 人家那马能在树上拴着吗 等他走着跟前一看这马呀 他让他打个冷战 这马可特殊 别的马 马耳朵都竖竖着 他那马 马耳朵搭了着 马耳朵边上还有一小包 嗯 马的安颤真不错 可是哥老远一看 这马的踪毛 赖赖巴巴的 哟 顾木空按照着自己的名字 难道说你活该露脸吗 这肯定是一匹宝马良鞠 这可真是外财啊 他过来伸手一解这缰绳 就听这树上边有人说话 嘿嘿嘿 你不怕烫手啊 嗯 顾木空翻脸往上一看 好吗 马的主人在这树上边睡觉呢 刚睡醒 他正身懒腰一看 过来个人解这缰绳 这位伙子 蹦一下油打上边蹦下来 就像从树上扔起一团棉花那似的 往着跟前一站 顾木空看点乐了 那是为什么 就看这匹马 是一匹了不起的良迹 再看了骑马的这位呀 太残点 小个不高 厚肝挺瘦 皮包着骨头 骨头外头是皮 穿得浑身上下 破尾啰嗦 衣服都分十个色 青黄赤薄鹤 黑红紫绿来 那脚下的鞋 就打着包头 上着后包跟 英雄大厂扇黑着 累下带着刀 腰里头还围着一口剑 就是他那宝剑和这匹马 把古木空给震住 莫看此人其貌不扬 穿戴蓝绿 可他那马和这宝剑 非同一般 古木空是见过世面的 那当然 作为他来说 那是京营 殿帅 太尉 高求 府中的 五院 焦头 没了三下五出二的 满脑袋都是这样子 那人家要你吗 所以他一见这匹马 他就挪不动脚步了 现在再一看 这人腰里围着的这口剑 哎呀 这是个什么人物 就他这身穿戴 就他这个掌戏 说话你听那股子声音 左嗓子一条 鸡溜溜的 又尖又炸 古木空真想啊 不理他了 扬长一去就算了 可是他被这两件东西 给吸住了 他想我走也行 我就是得把这个马 和他腰里围着这口剑 躲过来 哦 古木空要抢人家 那算什么信心 过去呀 官匪一个鼻孔出气 官叫匪 匪就是官呐 他们不管是明着 暗着 随时连抢带读案 他为什么打个愣神呢 他不知道这个人有多的本领 是古木空心里头有点发产 如果他没有两下子 他怎么能骑这样的马 带这样的保健 我能不能把这两种东西抢过来 这地方是犯点犹豫 所犹豫的就是抢不来 说不定还须把命搭上 他两个眼睛直扔扔的看着人家 这位有点不高兴 我说 你在哪儿还收拾零碎收拾惯了 到这儿就解缰绳 你问了吗 这是谁的东西 哦 我以为这匹马 没有主人 废话 没主人能在树上拴着吗 啊 去去去去去 找地方去溜溜 别在这儿站的工分太大了 小心驼在这儿啊 古木空一听 这人怎么转转骂人呢 什么叫驼在这儿 他眼珠一转 我说朋友 你能不能把这马借我骑一骑 因为我走走的这地方 已经很劳累了 还有好远一股山道 我走不了了 什么什么 再说一遍我听听 我这人上位几岁人呐 我借您这匹马骑一骑 你知道今儿是那么的风 古木空没明白 问我那么的风干嘛 你小心西北风 刮了你的舌头 借你骑一骑 我这儿还想搞地方借 还借不着呢 不瞒你说 这就是我刚借来的 古木空一看 我别跟你捣乱了 我抢吧 能抢走就抢走了 抢不走的话 那咱俩打了三招五是打不过你 我就逃命了 想到这儿他过去 伸手就解这个僵手 这位一看 哪敢 把古木空吓一笑 怎么了 别把手烫了 你倒真敢过去摸摸啊 扎手怎么办呢 你瞧这个 此为一身手 搅啊 白宝剑就衬出去 剑出下是寒弓一闪 把古木空给吓了一跳 这下子他可认出来 这是盘舌宝剑 哦 古木鬼猛地想起来 这马 这剑 是江湖中大名鼎鼎 史文公的东西 怎么会归了他 就在他犯何的那时候 人家这位双手一捧那剑 唰 分心就刺 顾木空倒吸口冷气往旁边 怎么一闪 紧跟着这位就把这宝剑抡起来 打了这么几个回合呀 顾木空心里有底了 有什么底 行了 这马克的宝剑是我的了 不论是马上还是部下站 怎么一伸手 就知道你能拿得动多大分量 你有没有真传 顾木空一看这位 一点腹都没有 他俩手抱着那剑瓣抡 也不知道往哪砍往哪扎 根本这人就不会使宝剑 剑乃仙气 那神性都带宝剑 有几个神性跨马腰刀的 在这说那剑是尚讲究的 叫镇宅宝剑 使这个剑说到很大 右手持剑 左手掐绝 就拿那剑绝说吧 是食指和中指 伸直了 大指啊 小指无名指 合起来 有的呢 没离开老师的时候 那合着的三个手指头 是扣在一起的 有的离开老师 那三个手指头就分开了 叫自立门户 可以带徒弟了 再者说什么都有术 什么术啊 单刀看手 双刀看手 大刀看扶手啊 所以顾木空跟他照亮了这么几下 就看他这人没有谱 这人也挺着急 他着什么急啊 不能紧着耽误时间 时间一长就露馅了 一露馅让人家对方把笔子摸了去之后 这宝剑干嘛就没了 这玩意来得不容易 我说了多好话跟人借来的 你说真怪 我怎么就会卡不着他呢 这大部分人的头太恨人了 想着这他叨念出来 顾木空一听这叫什么词 又打了三五招 顾木空明白 感觉这人没使过绑肩 他怕拉着 所以他俩手抱着那剑绊 顾木空一想啊 你拉倒不你 他左手怎么一往这人的眼神 右手往前一伸 一个金丝铲蛋 蹦着一下 就把这人的胳膊给抓住 哎哎 那你干那你不行 这上不了这胳膊要死了 顾木空差点饿了 心说我这跟你开玩笑呢 什么叫胳膊要死了 他一回一脚弹 本人给踹出一张多远 就咕噜一个门 这家伙真狠啊 你别以为我输给你了 告诉你 石宝剑我不太习惯 还使我这刀得了 他伸手把柳叶刀衬出来 蹦过来 就给顾木空来的一头 顾木空用剑棒 来这么一躺 铲狼的一声响 谁知道盘舌剑这么厉害 销铜钻铁 这一下子把这位的刀给抹了半截去 这位的汗就下来了 要麻烦 半截刀 半截刀也能把你宰了 你再看这手 他又给他来了一招 人一回身 好嘛 这位手里就上刀半截了 他说的句话 顾木空可实在憋不住了 我告诉你 你不用发什么威惩什么狂 现在刀半截在我手里呢 顾木空想我别跟你捣乱了 我走吧 他过去 抬手一剑 就把尖绳斩断 然后一飞身 跳成这马去 俩腿 夹马的肚子 啪 他就给这马的脑子 来了这么一巴掌 这马 一阵风似的 就跑去 就连跑带蹦 一边跑 一边穿 后面这位咧了嘴了 哎呀 坏了坏 这怎么能追得上 这除非有炉原外的马呀 再不就得有戴宗哥哥的马 那小骆驼 除这之外 就我那两条腿追着了 这上哪儿追去 干脆 我也没俩回去了 东西借出来的也都丢了 我就抹了脖子得了 想到这儿 他们的刀瓣 这么一晃 这位乐子 嘿 有点意思 这真是天不灭实啊 广盛刀瓣了 我还怎么抹呀 算了吧 这么点小事 也不至于抹脖子 你看这玩意 他自己能开导自己 这位谁呀 古上岛十千呢 自从接了军事的将领 派他下山 到泰安 算一路人马呀 你看他没带兵 他跟九尾龟 陶宗望市一路 下山之前 他找金毛犬断井柱 找断井柱干嘛 那水破凉山 所有的马匹 都归断井柱管 他跟断井柱一边 喝了酒一边商量 段仁兄 您能不能 摆史文公那个 独角皮修少 借我骑一骑 啊 断井柱一句 那可不行 因为军事有令啊 那位骏马之一 咱们山上就这么几匹宝马粮鞠 不许随便乱借 哈哈 借我吧 什么的 你可知道我的脾气 你要不借我 我要想上这东西我也得骑 那回头我要不告诉 情不知义不达白马骑跑咯 你还不得受责罚呀 段仁柱还真不敢惹他 你就是跟他说好的 骑何时骑呀 我说贤弟 你骑的那泰安转一圈 你赶快给我送回来 可千万别把他弄没了 这匹马赖鸡鸡的没人呀 到哪一看 又缺毛又短尾巴 耳的还搭了 谁能注意他呀 他就把马借出来 然后他又找铁扇子宋青 借那盘舌宝剑去 因为所有的刀枪剑戟 都归宋青馆 他来这一说 铁扇子宋青惹不起他 我说 你可别把这玩意弄丢了 哪能丢呢 先帝咱们弟兄是干什么的 咱是把家虎 往家盖了东西的 咱们能丢零碎吗 这回泰安你看着 我要不把高求 那所有的东西都给你划了到山上来 你就甭认识我 行了行了 你可别说 这剑告诉不让望外界 你给我吧 呼 围着宝剑 骑着这匹马 可把时间高兴快了 一下山 他先逃中望迟钝 他把九尾龟给甩了 自己就跑下来 他就对马特有意思 连跑带蹦 真好玩 光顾了开心了 错过了好多速投 什么叫速投啊 就是到时候你得头绪住店 实际不在乎这 不住店就不住店 吃口干了 走哪乏了困了 把马往树绳这么一拴 自己往树头上这么一蹲 枝叶茂密的地方 往那树卡绳这么一仰 睡一觉更美 风风凉凉凉的 挺有意思 没想到在这碰上古木工了 现在这麻也没了 剑也没了 他咧了嘴了 好啊 今天就是跑到天边 我也得追你去 上天追你灵消垫 你下海我就追着你水晶宫 不把东西夺回来 你也不知道 古上岛十千的厉害 他大定足以就追下来了 哎呦 把他追得腰酸腿疼 头润眼发黑 饿得十千前行贴后心了 这我是追哪来了 他靠着这山石歇了一会儿 扭向回过头的这么一看 十千在水泊待的日子不短了 他能看出点门路来 他一看在这山谷之中 有一股隐隐的瞎地 这什么地方 古上岛探神一看 我的天哪 把十千下里也伸冷了 就在这山谷之中 埋藏着无数的人马 仔细探这些旗号 都是官军 十千当时就明白了 这是高求埋的伏兵 此地离泰安直尺之遥 准时冲着神招泪来的 等我等弟兄进了泰安之后 咔嚓一下 他们把泰安一包围 我们是一个也跑不了啊 十千越想越害怕 干脆我赶快回山 ater一会儿 咔嚓 hing 我喜欢大约 目资 准备 天 牛 L 是 宫